2012年文憑史卷1B第4條的C部份 這部份它就說它將數據庫回出成為試算表 即是剛才在數據庫軟卷裏做的 現在這一部分就將數據庫的資料變成Excel 變成這個試算表的格式 所以你看到這裏跟數據庫最大不同 Excel有ABCD這一堆我們叫欄位 A難、B難、C難 還有有1、2、3、4、5、6列 打橫的就是列,打直的就是欄位 現在進了一個Excel,進了一個試算表的格式 好了,第一部分 它就說打算用這個難挨 來表示三科的平均成績 難挨在這裏 這一格就要顯示平均成績 即是要隔離這三科的平均成績 好了,現在我們就要在I2這裏入公式 入完之後,這條公式可以複製下去用的 好了,計平均分數 當然就是用銜數 Average 這條題目好人的地方就是甚麼呢? 怕你不會串Average 在上面串給你 好了,所以這條公式 I2的公式就等於Average Average 好了,Average之後要選一個範圍 由哪裏至到哪裏 Average當然就是這三個分數 OK,好了 那你就要看看怎樣寫這個範圍 Excel是怎樣寫這個範圍呢? 不是自到的,是無號來的 OK,由哪裏至到哪裏 計算Average 就是這樣 好,接著第二部份 他說小美在J2輸入了一條這樣的公式 哇,這條公式看起來就非常複雜了 If 接著裏面又有if 接著又有if 他會說這一種公式是三重的if 如果 接著又如果 又如果 OK,就在J2那裏入了這條公式 J2就是這個 好,J2是甚麼來的呢? 就是顯示究竟它的Gray 它那個級別 它是甚麼級 A級,B級,C級,D級 你看到的輸出都是 OK A級,B級,C級,D級 OK 好了,不過去到三層葉看起來 就非常複雜了 當然就要看看這些究竟是怎樣看的 那if的方程式最基本怎樣看呢? 如果條件符合,就顯示前面 如果不符合,就顯示後面 就是最基本的if的格式 而這三重葉怎麼看呢? 其實拆開來慢慢看 其實是很容易看到的 我們研究一下這部分 好,我把這條公式 放了出來 然後把它拆開了 有條底線和有不同顏色部分 怎樣看的呢? 我們由最基本的if的 試算表的銜數了解一下 好了,如果條件符合 好,前面i2小過80就是條件 如果條件符合,就做… 前面這個 OK,Y就是yes 如果條件符合,就做後面這一堆 好了,這一堆是什麼 不管它 好了,如果條件不符合 即是ye不是小過80,就做後面 所以你可以把整個圖掐起去 可以嗎? 如果ye是小過80,就做中間一堆 否則就做後面的A 即是说,简单,第一个分析就是 如果I2的分数,I2的分数就是平均分 如果平均分是小过80,就要再问 这里是再if的,再问 OK,如果它不是小过80,不是小过80,即是说80以上 80,81,82,这些一直上去,都不是小过80 即是如果80分以上,就给后面的A 好了,这是第一部份,如果你看到平均分有80或以上 就给A去,OK,规则就写A 然后,这里中间,如果它是小过80,要再问 再问这句,就在下面,再问就要用同样的逻辑去推理 OK,好,第二个问题,它是小过80,是不是 再问,它是不是小过60,小过80分,是不是小过60分呢 要再问,它又小过80,而且又小过60的话 就要再问了 OK,好,如果不是,它是小过80,下了这里 不过,它不是小过60的 No的话,就直接出后面这个 那就是B,即是可以简单来说,如果它是80分以下 60分或以上的话 它的grade就是B 所以它其实是在分grade 它的平均分数,如果是小过60分,就要再问 但是如果它不是小过60分 即是例如60分,61分、62分 但是又高不过80的 即是60至79,那就给B去吧 OK,好了 然后,如果它是小过60的 那就做这句 这句即是下面这儿,下面这儿再问 那同样道理,喂 它又是小过80,又是小过60 那究竟它是多少分啊 OK,那要再问第三次 喂,它是不是小过40啊 是,前面这个 OK,又小过80,又小过60 还小过40分,D 如果不是,就给个CG 所以你看到这个多重的EF 其实分开A,B,C,D是个级别 OK,简单的结构就是 条件符合前面,条件不符合后面 然后用多了几层,写到很复杂 那你试试看下,如果根据这样的分级的话 你计算一下 这里,J2和J3 应该分别是什么Gray 根据我们刚才的分级,两个判断